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美国生活指南 穷人版 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个小朋友 可能喜欢的一个地方 就是拉斯维加斯的巧克力工厂 这个巧克力工厂 它就是有一些介绍巧克力 怎么生产的这样的一个流程 它有一个非常透明的一个工厂 就是装了一个玻璃 你看到没有 装了一个玻璃 然后所有人都可以参观的人 可以现场观看这个巧克力的制作流程 这个有点像那个国内现在比较流行的 那个民厨餐厅 民厨餐厅 就是以示我们这个餐厅很卫生 对吧 全部是用一块玻璃 透明的玻璃隔开 那么所有的这个食客都可以看到 那些菜是怎么做出来的 它这里是一个 就是相当于是一个民厨的巧克力的制作 巧克力的制作 你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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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应该是属于第一部 整个工厂就是从这边开始 我刚才是从那个巧克力工厂的最末端走过来的 这是头部 你看 它把里面的这个白色的这种 纠状的应该是属于半成饼 把它给从一个容器里面给弄出来 好 然后就要开始一步一步的其他的一些制作 你看这个有点像那个 嗯 像不你感觉 感觉有点像像不你 啊 这是它的整个的制作流程 那我们看啊 这个这个玻璃上面写了不同的那个流程 你看 第一部 嗯 第一部就是 Cream Beater 好 然后第二部 第二部 是 Open the Clean Cooker 然后是第三部 Cooking Table 啊 这一部可能就是在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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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常常在桌子里面就是Cooking Table 你看 Cooking Table 啊 然后第四部 就是Vacuum Mixer 真空的这样的一个 搅拌 好 然后又过渡到了第五部啊 啊 Melting Tank 啊 这边可能就是Melting Tank 啊 那里面是有一个Melting Tank 好 然后第六部 就是 One Shot Depositor Depositor OK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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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是后面就要慢慢的成型了 然后第七部 你看啊 In Rover In Rover In Rover 那边也有一些工人在制作 嗯 嗯 然后第八部就是Cooking Tunnel 啊 啊 空间 Tunnel 好 然后 然后 第九部 第九部啊 啊 Demolting Station 啊 这个应该是定型了 你看它下面 这个板子上面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那个巧克力的图片 好 然后最后一部呢 就是那个Packing on Packing on 就是包装嘛 这边就是成的包装啊 啊 这是整个的这个巧克力工厂的它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啊 啊 展示的一个流程 非常的清楚啊 看起来也非常漂亮啊 啊 然后它搞完了之后 它这边 最后把它生产的巧克力拿到这个商店里面卖 当然它除了这一块地方以外 它还有其他的外面还有一个很大的公园可以值得玩的地方啊 这是Las Vegas 一个比较适合小朋友玩的地方 因为小朋友都喜欢吃巧克力嘛 而且它这个巧克力 它都是 嗯 非常 那个 就是相当于纯天然的制作过程吧 好 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